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球要是进了就太漂亮了 没有人想到他会在那么远的地方蹊跤 运气还是差了点啊 稍稍偏出了球门 博丽莎 不知道他们进攻端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啊 我还以为这次可以进球呢 没想到球被对手断了 我也被他们坑了 可惜了 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方的球门球 古罗赖腾 这是个好球啊 已经很近了 进区内的抢断 危险解除了 交给了米尔德 有队友在进区接应 该取得领先了吧 他在关键时候出现在了关键位置 破坏了对手关键的进攻机会 失误了 远位了 边才已经去齐了 这球没传好 队友还没到位呢 是啊 比赛刚过去几分钟 才办给了任一球 我觉得应该不会套牌 黎盈 球直接到了门将手里 今天这个防守啊 做得不好 要赶快调整状态 机会来了 能取得领先吗 咱们打进了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 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0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到现场了 能创造出机会打门吗 这个球太危险了 不过防守队员及时破坏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 接到横传 直接回敲给接应的队友 然后走了一个倒三角的传球路线 他们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看看格拉汉姆的处理 一掉铲球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王珊珊 门将化解了对方这次投球攻门 哎呀 太轻松了 直接把门将的传球给拿到了 横梁啊 真是门将的好朋友啊 后卫化现为夷啊 哇 很可惜 一声脆响之后 皮球被门框挡在门外 他们错过了一次扩大战果的好机会 不过目前还有一球优势在手 他们实际上也不用担心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 他及时阻止了对手的攻击 视野非常开阔 挑了一个过顶 他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脸上写满了遗憾 如果进了就能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不过 足球比赛他没有如果呀 球出界了 指边线球 身边有队友在要求啊 看看怎么处理 身边角度不好 被封堵了 直接打门了 当时一脚远射 偏出了球门 机会好的话 打远射 其实无可厚费 对的 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这个球的位置啊 已经很深了 这球他自己不太好处理啊 但他也不慌 毕竟 哎 这队友啊 给他的保护还不错 球传出来了 双妹子 往上拿球 球进了 领先又是扩大到了两个 踏着横梁入网 漂亮 漂亮 门匠对这个球也无能为力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 二比零 这是要上演长途奔袭啊 阿玛丽埃克兰 机会来了 是时候传中了 段球成功 比赛还在继续 五十一分钟 对抗很激烈啊 这个横传试图找禁区里的队友啊 当时主台邵响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组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保护好球权 耐心地寻找防守的漏洞 控制住了 没有出界 防守队员成功地挡住了这脚射门 这个突破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射门啊 可惜是毫厘之差 高出了横梁 球是他们的了 他用划铲抢回了皮球 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啊 有机会展开反击 什么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啊 这球门将总算是扑到了 难怪自己队友不信任他 他今天的表现实在太不在状态 可不是 下半场比分还是落后 教练坐不住了 做出坏人决定了 果断起脚远胜就差了那么一点 门将惊出一身冷汗 差点就因为自己的失误丢球了 弗里达 马努姆 鼓罗赖腾 球没控住 交到对手脚下了 对手已经大举压上 正好打反击啊 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 防守队员抢下了对方的球权 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 需要全队一致打出配合 寻找这样的进球机会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看看格拉汉姆的处理 真是摆脱的干脆利落 球打中恒来 然后又弹回到了场上 机会还在 皮球打在门框上 他们今天真的是相当不走运啊 主教练在场边也是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球可以传中了 打判判罚了球门球 看起来主教练在调整战术啊 我看即将是要派上一名替补了 这球传得不错 干脆利落地夺走了球权 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这突破过去就是个机会啊 刚才很危险啊 幸好断下来了 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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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机会 简直让人热血沸腾 太精彩了 这叫凌空啊 来看一下进球回放 首先是这个极具威胁的边路传中 创造出了机会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王珊珊 这个球的位置啊 已经很深了 我还以为啊 这次可以进球呢 没想到球被对手断了 我也被他们坑了 有机会 可以试着突破 肯定化解了这次危机 这几乎是个必进的机会 肯定这次表现太棒了 很棒 看来教练员要换下场上的某个球员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他们没能把球拿稳 反击被对手轻松化解了 进攻有力 裁判没有吹罚犯规 王珊珊 降弹成功 拿到球了 还在带球 刚才还在说他们的进攻啊 打的是有板有眼 马上对方就给了他们一板子反击了 挡住了对方在进区边缘的一次攻满 脚球开到进区里 确实是有机会啊 但是对方也确实没给机会 第四官员举牌示意不时两分钟 他这一路向前盘带奔着球门就去了 王珊珊 这次上下来得很凶 脚下球被断了 直接把球朝防线的身后掉啊 队友已经直面门将了 这一脚拦截宣布这次进攻到此为止 比赛结束 悬念揭晓 他们成功晋级了下一轮 好